再过一个月也就是农历春节了 那应民众的返乡需求 台湾方面22号宣布重启小三通 但是乘客是已在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和大陆的配偶违线 没有把台商给纳入 而实施日期也只有春节前后两个星期 对此新党认为小三通已经停摆了将近三年 蔡政府现在才重启实在太满 农历春节逐渐接近 在大陆的台湾同胞返向过年需求大增 行政院22号拍板宣布重启小三通 在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以及大陆配偶 能采专案申请方式 透过小三通回到台湾 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 将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后两周 就是明年的1月7号到2月6号实施 在兼顾离岛防疫周全下 满足春节期间金马地区民众返向探亲 及相关人道等需求 台湾离岛金门距离大陆厦门只有1800米 小三通成为在大陆的台湾民众 返向回台的重要管道 如今只限定金马民众可搭乘 在大陆的数十万台胞 还是无法透过小三通回台 国民党质疑这样的开放只做一半 而新党批评小三通已停摆将近三年 现在重启已经慢半拍 新党出示过去小三通的协议文件 强调过去即使两岸冰封也都会以民众福祉为优先 呼吁蔡政府要放下意识形态 不设前提全面开放 落实常态化富航 分析认为蔡政府恶意卡关设置路障 导致民众返向路遥 民心也离蔡政府越来越远 碍于民间的庞大压力 蔡政府宣布分阶段实施小三通 第一阶段将以金门马祖的民众为优先 凤凰卫视庞士庭林博军台北报道